嗨,大家好,我是胡小勺 其实啊,这个男人要比女人更加的臭美 这种小勺给把比做第一件夹克衫以后呀 他每天都在问什么时候再给我做一件别的衣服呀 前几天小勺给大家找的这个傲容的面料 非常非常的舒服 今天本来是给自己去做一件 计划你是没有给把比去找这个面料的 但是呢,把比知道我进了这个面料之后 对他自己的保暖衣呀 各种的嫌弃,不好看,不舒服 那么意思就是说小勺你要给我去做一件啦 所以今天小勺先给把比去做一件 那天找面料的时候,小勺的一个粉丝 他老公就说,先把面料买着 只要面料好,不会做也没关系 把旧的衣服给他拆开之后 铺到这个面料上,不就成了板吗 依他这个方法真的还提醒到了我 今天呢,咱们就把那个旧的保暖衣呀 放在布料的上面 能不能很简单的做出一件保暖衣来呢 今天我们就去试一下 这个方法应该是特别简单的 不会做的朋友们看了以后肯定也可以做出保暖又舒服的保暖衣的 首先呢,我们按这个衣服的四分之一片大概估算一下有多少 然后将面料折层四层,一层两层,三层四层 然后这个中间的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子叠放 接着呢,咱们把这个衣服给它对折 衣服的前后中心线与我们面料的中心线 然后我们对齐 找到这个肩颈点的位置 咱们给它去画顺这个线条 这个轮廓线咱们用那个画粉给它画出来 就按照这个方法 可能我这个线呢,大家看的不是清楚 因为这个画粉颜色不是很深 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个前后的这个领窝呀 咱们给它画出来 这是前领窝,这是后领窝 咱们把那个点固定出来 把这个后领窝线咱们画出来 这是前领窝线 这个地方啊,调整一下 这个尖底点啊 咱们向上一厘米 然后修一条 尖斜线啊 剪完了以后再给大家讲 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啊 咱们先剪厚片 四成一起剪啊 缝分留一厘米 底下的缝分 留两厘米 这个踩好了 我们拿起上面的两层啊 我们剪前面 把这个啊 按照我们前领弧线 给它剪好 重点在这里啊 以前的时候我们是前面的尖要低一点 后面的要高一点 但是打这种高领或者是毛一的啊 是我们前面的 它要高一点 后面的低一点 这样子的话 让我们的前肩往后面跑 这样穿住会舒服一点 啊 我也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 但是呢 有一个做高定的朋友 诚心跟我讲过这个 并且我今天看着 把鼻的这个 啊 它的这个保暖内衣 也是这样操作的 那么我今天就做一次 这样不同的打法 然后让把鼻穿到之后 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穿法 是不是更加的舒服 前片啊 我们保持不变 后面的话 肩斜我们下去 一厘米 然后这个前面的话 我们向里面 剪一个0.5啊 剪一个0.5 然后这个后片的底下呢 我们就上上 剪一点点 因为前片比后片要长一点嘛 撤缩还是保持同样的高度啊 撤缩不能剪短了啊 那么这个衣服的板啊 前片后片我们就做好了 接着我们做袖子啊 将面料对折 然后我们把袖子的浓廓画出来 按照轮廓把袖子剪下来 按照轮廓把袖子剪下来 缝分留一厘米 2到2.5的缝分 然后我们修剪一下前片啊 稍微往里面修一点点 这个底下呢 我们要往里头挖深一点点 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就可以了 这个袖子我们要往后偏移啊 往后偏移一个1厘米 这个在这里做一个剪口 往后偏移1厘米 就是我们前片这个地方长一点 后片短一点 测量这个领子的宽度是22厘米 高度是10厘米 但是这个是双层的啊 这个是双层的 这是两米面料 还多这么多啊 还多这么多 应该可以跟小孩还可以做一件 这都是剩下来的 剪完了 这两米剩下来的 还多这么多 这个是做南庄 还是特别大的那种啊 应该是两米可以做一个大人的 可以做一个小孩的 这个打底三的工艺制作就非常简单了啊 就补一步步给大家去操作 就尖缝呀 撤缝呀 上袖子 然后啊 上领子 然后把底板这个地方啊 给它垒则边 卷进去 就完成了 这个非常的简单啊 你可以用平基座 也可以用这个四线锁边基座 都可以 这个已经做好了啊 非常非常的好看啊 看一下这个里面 是不是很漂亮 锁的边也都很好看 然后我们再和这个衣服比对一下啊 大小是一样的啊 这个 这个 海胞这个 宽度 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用这种方法 其实还是非常的简单 做出来的话 应该就是不会有什么偏差的啊 现在我们就拿个把臂穿一下 看上身效果怎么样 这个上身效果非常好啊 这个非常的好啊 摸的非常非常的柔软跟舒服 这个衣服 我马上要给自己 还有孩子都做一件 它这个非常的好看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大家都可以自己动手去做一件了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